我們的工作 太辛苦了 這次辛苦 肯娜來一點 開心一點了吧 也有一個陰影 可是 我自己也有陰影 可是我沒有這麼大的陰影 我自己是 我記得我小時候 第一次去基隆玩 然後我第一次看到海蟑螂 那時候我在 因為南非沒有海蟑螂 所以我去基隆河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東西 我就很興奮 然後我就追著他跑 我就這樣觀察他們 因為他腳又藍色紫色 就很慘興趣 我就下去看 我腳就突然滑倒 然後我那時候在那種 那叫什麼 避波浪嗎 那個霸掌 防波堤 那個削波塊 削波塊 削波塊 防止那個浪 我在削波塊上 然後我就不小心滑進去 然後 我有點卡住 這是八點檔的劇情耶 所以我陰影很大 這個故事講出去沒人信 我那時候卡進去 滑進去一半 然後那個浪進來 一出去的時候 他就把我吸進去 吸到海裡去 真的 然後我就是 感覺很多那種 長在石頭上的那個 貝殼 騰虎 所以我整個人就是在裡面滾 然後都是那個 就是被刮傷 然後都是那個蟑螂 還好後面有一個阿伯 他在釣魚 又是 同一個 也有找下一個 然後釣個又下去了 有羞嗎 有羞嗎 他直接拉我一條腿 我是有點劈腿的狀況 他直接一條腿就把我拉出來 然後他跟我說 孩子 這裡不能游泳 我整個 就是 我整個超傻眼的 哇 你這樣差一點會 會擁別 對啊 差一點就是過一個小時 我就去連線了 到底發生什麼原因 我們不得而知 不過這位外國朋友 居然在消破塊當中 是為親所困 還是為了金錢所逼 是不是 我們就在檢察官進步的一切 而且那種恐懼 恐慌 很可怕 其實我當下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差不多13歲 我竟然要死在台灣的基隆海裡 對 為了一隻海章 聽起來蠻low的 對啊 這划不來 這划不來 這個也可以上新聞 男子差點慘遭溺斃 竟然為了下槍 對 而且通常會灌一個無聊男子 對 之類的 好招的標題喔 好辣 韋毅 你有什麼 有一個遇到那種天災的狀況 然後一次就差那麼一點點 我是運氣真的很好 那一次我們是去沖繩玩 然後我們到那吧 剛好是有颱風的狀況 所以就想說租個車往北邊跑 可能颱風還沒有到 或者是可能轉向了之類的 那時候就慢慢遠離都市 就開始往北邊 那沖繩最北邊 是我們那時候訂的一個 Villa是一個木屋 在山上的一個木屋 所以那個路是要有點上山的 陡 很陡 結果沒想到我們 開往北邊越北的時候 那個風雨越大 然後開一開是 那個是搭到引擎蓋前面 就看不到了 好可怕喔 就是我看到我的燈 然後差不多就沒了 然後我就這樣慢慢開 開了差不多四個小時左右 突然看到有燈 砰 然後就撞上來了 我跟那個車直接對撞 後來下車看 我真的運氣很好 我撞到那個大哥 因為我發現 我一直在逆向開 我一直逆向 所以我自己以為我在對內車線 可是我其實在沖繩對的是外車線 所以我就一直這樣開 然後又是那個山路 看不到前面撞上來 我才發現我已經完全在邊邊 我的輪胎壓在那個線上 這樣子在開 對 真的撞到那個 他要有人下山撞上來 不然我應該真的滾下去了 永航哥又可以來報導 為什麼這名男子 會在這邊落雅 到底是為情所困 還是因為有心情上面的糾紛 我們不得而知 我們有待檢察官進一步的相驗 對 而且這樣的新聞 通常也會冠上無聊男子 為什麼他的新聞都是無聊男子 因為沒事看會開逆向 對啊 你這種暴風雪 暴風雨的故事呢 小鐘也